曾在高雄魏武营台中歌剧院 缔造一票难求的音乐舞台剧阿嬷的歌本 2.0版本即将在4月24号 太平洋左岸音乐季大头正开演 而该团的艺术总监日前拜会了花莲县长 期盼邀请更多乡亲一同来进场观赏 新古典室内乐团艺术总监 同时也是乐团指挥陈欣怡 日前特地拜会花莲县长 除了和文化局长宣布 2021年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即将登场 也希望邀请前来观赏 在全台完成实场巡演 场场爆满票房亮眼的阿嬷的歌本2.0 今年特别扩大规模 邀请和云门舞集长期合作 剧场设计大师王毅胜打造全新舞台 并邀请多位知名跨域歌手及艺术家参与演出 要透过一首首经典动人的国台语歌曲 四季红小城故事夜来相等 让民众感受台湾温暖的古早味人文风情 新古典室内乐团阿嬷的歌本2.0 4月24日晚上7点半 在华林县文化局演艺厅登台 有兴趣的民众 购票请上两厅院文化生活 售票网查询 这次讲邦言华人士报导